黑白相间的简单线条 让您想到了什么 是钢琴琴键 还是商品条码 这个条码贩卖着艺术 也道出现代艺术家蔡志荣 想借由艺术来刺激思考 科技带来的文化冲击 因为任何复杂的人事物 在经过编号条码画之后 好像都被归类 变得乱中有序 绘画也是如此 比方说我们让一群大人小孩 在一幅贴上白胶带的画布上 集体涂鸦 呈现出来的画 必然因为人的不同思绪和风格 显得多元复杂 但在撕掉象征条码的白胶带之后 看起来是否变得比较整齐了 蔡志荣这一系列浮予编码的创作 就是想从科技物化中拉回 想想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我把过去这个条码的一个符号 把它比喻为是一个无形的枷锁 那这个无形枷锁其实也就是在影射 在这个大环境之下 我们人已经受到很多所谓科技也好 物化也好等等之类 甚至它里面的流水编号价格 也是同这几个很简单的线条里面 做一个反射 当我现在知道说 在目前的先进国家 已经把这种条码 这种晶片已经植入在人体 我觉得这里有非常严重的危机 因为这里面已经把人的隐私自然的曝光 所以在这些条码和符号背后 您不用太深究蔡志荣画的是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考 每件事的背后也有不同的故事 上面的编号代表什么 可能只有蔡志荣自己懂 他还在画布上打动 因为透过灯光照射 在视觉上还可以看得更远 给人更深的想象 我会把这种 透过这种动动的方式 其实是有一点想到当年 所有考试的那种事件 都是用这种动动 在做那种考试的一个 象征的感觉 那我就一直把那种感觉当做 好像在条码里面 影射了什么东西的衔机 所以我也因此把这个洞打完了以后 我才发觉到这里面动动后面 还有另外一个空间层次的延伸 好比如说它出了层次以后 再经过光线的对折 在经过光线的折射以后 它缓射在背后里面 是一种无限的延伸 那在无限的延伸里面 用科技的行为来讲 是可以从这里面去寻找一个 空间的一种形容概念的形式 大片色块与灯光交映 空间向四面八方无限延伸 视觉强烈却显得安静而有秩序 但是另一个展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却也都是蔡志荣的作品 他早期以新表现主意 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省思 创作这一系列的原始与动机 这种绘画的方式是一开始属于 80年代所谓新表现主意 那在这种表现的形态里面 其实这是从画面的几个特质上面 就是说如何把历史拿起来再重新审阅 除了审阅历史以后 还带有一点批判行为 在谈论历史相关的一个事件的演化 然后在整个作品的形态来讲的话 是应用了非常强烈对比的一种 所谓色彩的形态 它就那么直接 过去在表现所有的绘画作品 很多颜色在应用上面还要怎么调色 还要再加上什么柔和色 或者是宁静色等等之类的 可是在这种表现形态里面来讲 就是很直接 颜色挤出来 就是那么直接就挥洒出去 它没有经过很杂乱 也没有经过很复杂的思考 就是感动很流速 很快速地把它想表达那一刹那的感觉 快速地流动地去把它很自然地呈现出来 一件件巨大的画幅 以粗犷的笔触 强烈的色彩或堆叠挤压的形象呈现 充满野性和情绪宣泄 在台湾80年代那个时期 已经面临到一个所谓转型的阶段 它从戒炎到解炎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跟这个整个大环境的因素有相对的关系 那在我作品里面影射的其实是借由那种色彩 让它产生很多视觉上面的一种所谓不安形态 一件作品的画幅因为很大 它把这个画幅很大是再透过一个观赏者视觉 让它造成一个视觉上面的一个压迫 这是其中一项 另外一点就是说在里面借由很多肢体上面的涵盖 比如说通过一个很重的东西 让你知道是那个沉重的负担 为何蔡志荣创作的前后期 风格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在她的人生历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